好 歡迎收看這一週的理想年代 先來看看的是好萊塢大島諾蘭 他眾所期待的星座天能 再次祭出他最難拿手的科幻主題 片中有很多幕同時呈現正散時間的驚人場景 傷腦的泛科學劇情 也讓影迷在兩個半小時片長中 分秒又不能放鬆 從目睹反爬地受的疑惑 到真正主動進入天能世界 男主角約翰大衛華盛頓 是這次諾蘭芯片關鍵人物 身手矯健目光炯炯 晨曦幾分 影帝父親單左華盛頓的風采 探索與未知正是所有影迷看諾蘭 作品會擁有的朝聖感 天能這回以熱力學中的函數 傷帶出逆轉的科幻時空 跟驚爆第三次世界大戰主題 近視時間 這次的時間流動 我們現在在這裡 就不會有事 另兩位身負拯救世人重任的角色 由魯伯派丁森和伊麗莎白 代筆基飾演 片中動作戲份多且複雜 也讓三人培養出革命情感 John David literally every day from as soon as arriving his arrival on set until the end of the day just buoyant the whole time and it was kind of it was a really necessary energy to have I completely agree with all of that and to have you I'm really emotional but really like it you're an extraordinary person 作為今年最被期待的救世大片 天能橫跨英 美 印 挪威等七國取景 有比諾蘭前作規模更龐大的動作場面 牽涉科學的劇情也只有更多更燒腦 忠實粉絲不會是一兩刷就能滿足 姐張被吳永安綜合報導 好 入選波隆納兒童插畫展的藝術家林蓮恩 突破插畫表現形式 以廣告傳單拼貼手法融入作品 可以說是目前極少見的形式 藉由蠟筆色筆堆疊在宣傳單上 來表現對家的影響 南來北返的公路上 月亮高高懸掛的夜空 一張張作品都是對於家的響望 入選波隆納兒童插畫展的林蓮恩 以隨手可得的拼貼材料 將家一點一點拼湊成型 算是我第一次嘗試用這樣子的拼貼 用廢紙去做拼貼的一種表現 其實這樣子的方式 在世界插畫裡面還是 算是沒見過的 以蠟筆色鉛筆 覆蓋在報紙或廣告傳單上 其實作品的靈感 是來自於齊柏林導演 對於台灣的空拍影像 因此讓他想對齊柏林致敬 其實這些作品很多都是圍繞在家 還有台灣的景色 那你自己特別有感覺到 還有這件作品對不對 你想它的程式 對… 這張主要是那個一個 我想要呈現一個服飾的角度 去看這個我生活的這個程式 那… 所以我的角色就是用很合理的去使用鳥 因為它看出來的角度就是服飾 對… 所以就可以仔細看這張圖 就會發現有很多… 很多我對於一些都市 我們… 比如說像公寓 像是… 像是有一些頂樓加蓋的部分 對… 就是一些關於台灣城市的一些 很自然的景觀 對我來說 你心目中的家是什麼樣子 在蓮安的插畫中 彷彿可以感受到溫暖的暖流 在心中流竄 記者的天妮 張士澤 張成俊採訪報導 你心目中的家是什麼樣子 接下來我們聽聽 這個作家楊富敏 談他心中的家 電視劇 《花甲南海轉大人》的原著作者 楊富敏他的新書叫做《賀新郎》 是精選他寫作十年來的文章 集結成自選集 而被譽為二十一世紀 台灣鄉土文學代表人物的他 文章總映照出在地文化 這次的新書 他用同樣寫實貼近的筆觸 感動每一個台灣人 嗨 大家好 我見你 坐在我旁邊的呢 就是《花甲南海》的作者楊富敏 富敏 你好 嗨 祖宣好 富敏出現在這邊 是因為他出了新書 而叫做《賀新郎》 但是呢 我第一個好奇就是 為什麼叫做《賀新郎》這本書 《賀新郎》其實是我的一本自選集 那我大概是從二零一零年開始寫作的 那到今年剛好十年了 那要祝賀什麼呢 是不是一個自己祝賀自己的寫作路 再往下一個十年邁進 所以就有一個 我自己也很喜歡的《賀新郎》這個名字 《賀新郎》這本新書是楊富敏的自選集 在書中故事自由流灘就像他十年的心靈截圖 我看你的書 稍然會有一些文台語的反應 不怕有人看不懂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自己的寫作 常常有一種我在上字幕的感覺 那我覺得那是非常有趣的 那可能會把寫作這件事情 更貼近每一個人的生活 不是會寫的人才能夠去思考這個問題 反而是每一個人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我們等一下去外面錄一段影片 然後可能接訪一下 然後回家之後我要幫他Key個字幕 我會在這個Key字幕的過程當中 就體會 我要用什麼字去 精準地呈現我剛剛聽到的 當然你的書就特別喜歡 我們就看到了很多我們要寫像圖的東西 你的家鄉還有你的家族 為什麼你特別喜歡捉摸這些主題 我們家是務農的家庭這樣 所以也許從小到大生長的主場景 然後生活中的主題就會是比較我們 它整咖這樣子 那就是我的出身 那我的背景 它很自然而然就化成我 去想像世界的最重要的一個 但要酷嗎 應該不能這樣想 但我想就是一個很豐沛的能量來源 在這書裡面當然是選了九篇 你自己特別挑選的 十幾篇 十幾篇特別挑選的文章 那當然最經典的就是 你自己也把它放在第一篇裡面 對 那基本上大家非常熟悉的花甲蛋孩 也是有片段是在裡面存現的 對 那她是一個隔代教養的阿嬤跟她的孫子 在一個叫做大內的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過得看似很安全的生活 但是其實搖搖欲墜 不安隨時要來 分離隨時要抵達這樣子 所以那篇小說 基本上其實我寫得好快喔 一下就寫完了 那我卻覺得 後來的創作 不管是寫任何一種文類 我好像都在回應那篇小說 所留下的線頭 然後以長或短的文字去 重返那一個祖孫三人生活的三合院的家 所以你可以說阿嬤是印象的最新的嗎 可以這樣說 因為 她比較像是我的 說故事跟聽故事的夥伴 但她其實更是一個 說故事的訓練 我要說到讓她聽得懂 她也要講到我都能夠聽得出來 她要說什麼 即便只是內心的沒有講出來的 那那是一個很抒情 很感人的一種祖孫的關係 那當然你自己的畫牆男孩 這麼受到歡迎 幾乎在台灣 每一個人都聽到畫牆男孩 他們都有自己的感覺 自己的感動 那對於這部電視劇 改變成這樣的狀況 那你自己怎麼看 那你滿意嗎 是你想像中的樣子嗎 我超級喜歡的耶 因為她做成電視劇的時候 我其實有在裡面 跟著他們一起工作跟學習 然後但我對影像是一瞧不通的 所以我其實無法想像 她在畫面 傳現出來的樣子 但我自己很素樸的做為一個觀眾 我就非常的喜歡 那我後來發現 其實這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 就是我雖然是作品的作者 但其實我也變成我作品的讀者了 我就只是一個鄉民 我可能就是一個網友 然後我只是不小心電視上轉到她 然後我就可能停下來看 那她可能跟我有很多的關係 就如同很多喜歡這部作品的朋友 覺得打到了他們某一個區塊一樣 除了大家熟知的花獎男孩 本書也收錄了媽媽欠栽培的短文 喜談台灣傳統母親的心聲 另外被改編的還有舞台劇嗎 媽媽欠栽培 對 那這改編成舞台劇的這個 跟電視劇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它做成一個 算是一個台灣歌劇的形式 所以我們聽到好多聲音在裡面 就先喧嘩 我非常喜歡這個名字 是我的媽媽欠栽培 因為她幾乎是我從小到大 五時五刻聽到許多 身邊的媽媽們的呐喊 或是心聲這樣子 但那個欠栽培 有很多個詮釋的意象這樣子 有一種為了家庭的付出 因而失去的某一種天地 所以你怎麼看家 你覺得家是 對你的而言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我的寫作 確實在家這個議題上面 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發揮 然後也有階段性的變化 而且這變化也包括 是我自己年紀的變化 我可能十八歲看 二十歲看 到現在三十歲看 也不太一樣了這樣子 我覺得她的 即便我在詮釋家這個主題 應該是沒有那麼的眷戀 那眷戀不是說不回家 而是說距離感 然後那一種親近的感覺 改變了這樣子 那改變成什麼呢 我覺得在寫作的時候 如果又以文本來說的話 你可能 如果就作品來說的話 早期的作品那種黏膩感 或者是你會覺得那種 分不開的那種 割不掉的那一種 戀家的感覺 很強 強到你幾乎是 你會覺得有一個很濃的東西在裡面 但我覺得現在比較理智一點 然後比較客觀 因為談到家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選在一個家 有關的畫面 那你自己看了這邊十幾部作品 有沒有特別讓你有感覺 有 我剛剛一看我覺得有一副叫做 抵達 抵達就是覺得一眼就被他吸引住了 抵達的一個呈現是 門口有非常多零散的鞋子 那是一個家門口的以上 那他就 作者就聚焦在那些混亂的鞋子的樣貌這樣子 你會覺得他好像是一個 匆匆忙忙進家的感覺 也有可能是一個很興奮的 對 他好像是一種動作凝結的瞬間 然後這個人進去了 然後他鞋子擺得很整齊 或是他 像我一定是 這樣 可能是男生女生 年紀 大人小孩 然後工作主題 可能有雨鞋 可能有 學生的帆布鞋什麼的 光是那個鞋子的感覺 你就可以跟家做一個串聯 謝謝傅米跟我們聊這麼多 那基本上呢 賀先生郎這本書呢 同樣我自己會覺得是看來 還是非常令人感動的 包括 聊很多這個 鄉土啦 跟家人情話 還有自己小說的記憶 我覺得同樣真的是 一定會勾行你自己一部分 跟你有 好像可以做呼應的感覺 對 感動 所以呢 我覺得自己是可以 一堵再鼓手 謝謝 喜歡我學的觀眾應該也是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祝福你的新書打來 謝謝 好 感謝你收看 我是天安妮想你 帶我們下週再會